我们要了解 道所讲的大道之行 讲的这个道就是我们的 纯真的本心 本性 道心 我们的道心就是我们的 纯真的心 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清静本心 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 清静本心良心流露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清静本心 跟宇宙的这个心 为天地立心的这个心 跟大道的这个心 道心 是完全相同的 也就是道 是整个法界 整个宇宙 从最源头流露给我们的 就是最清静最高等的心灵品质 就好像 我们到深山里面 深山里面的空气 没有受污染的情况之下 是非常的清静 非常的新鲜 都市里面的空气 是受人为的污染 才形成污烟瘴气 那你要知道 我们本来的空气 不是都市里面的污烟瘴气 而是山上的清静污染的空气 水源 长江最上头的源头 源流 或是大家到深山中 没有受污染的那个水源 是不是非常清静 那是很清静的水 举手就可以捞起来来喝 很甘甜 我们现在能够喝到 没有污染的山泉水 这是不容易 也是大家的福报 像我都尽量要喝山泉水 好 那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个源头的水源 都是清静污染的 长江最上头的源流的水源 都没有污染 那是在流 在这样流转的过程 被各种污染 所以到中下游的水源 水质才变质 讲这一段 是让大家可以了解 我们的心灵 就像水源 就像空气 法界大自然 最初给我们 法界大自然 就是这里所讲的道 儒家所讲的道 跟老子所讲的道 就是整个法界大自然 最初给我们的都是 清静污染的心灵 这就称为良心 又称为道心 这样知道吗 这样知道可以了解吗 因为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大道之行 后面就能够实现理想的世界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清静的道心 良心开发出来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每个人 内心都会充满的爱心 充满的慈悲大爱之心 没有那些贪心的 称心的 勾心斗角 你争我夺 设计 现在 绝对没有那些 因为我们的清静本心 它就是没有污染 那什么叫污染 那些贪心的 称心的 心量狭窄 设计 现在勾心斗角 这个叫做心灵的污染 就像清静的空气 里面是没有尼古丁 没有那些 氧化碳汽车空气的污染 清静的空气里面没有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原来的心 是清清静静的 那这个清静的心 它是充满的慈悲大爱 而且了解 它是了解 我跟所有的众生 都是生命共同体 我跟所有的众生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只要流露出 开发出我们的清静本心 那是自然 你就会有这样的体悟体证 这个绝对不是宗教信仰 不是 而是宇宙的真理实相 它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大道之行之后 就能够天下为公 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 把我们的清静本心流露出来 开发出来 跟宇宙的大道之心相应 也就是让我们的心 恢复到最清静的本心 良心 道心 那这时候就是 所谓的大道之行 这样了解吗 可了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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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